OK 这是一个简单的 那关键词搜寻记录 我觉得是你们现在这个世代一定要知道的 这为什么 因为你们首先会觉得搜寻记录 如果是你个人的 你自己去 从你自己个人去看 跟你要去看一群用户的记录 是一样的吗 是哪里不一样 你喜欢什么 但是一群人的使用记录可以告诉我们 是 是对啊 对啊 还有啊 其实看一个看你们自己应该都很有记录 就是说你自己 有那种现在就是搜寻了什么东西 然后接下来什么 脸书还可以Google 还有各种社群平台的广告 就推给你有关的东西了 那个就是从一群用户的记录去看 因为之所以那个系统可以很快推给你广告 就是因为那个记录了很多用户的使用记录 发现到 例如说假设夸张 假设夸张 讲个数据 假设有一万个用户 他现在收集了一万人的资料 一万个人里面有9999人 会搜寻这个关键词的 他们都会去留意 跟这个关键词有关的广告 好那你现在打了这个关键词 请问系统要不要推 要不要推给你 如果你是系统的老板的话 你要不要推给你客户 推给你的用户 那好 我这个是讲一个很现实 但是你们可以注意一下 我这边的介绍 这个就是推论统计的 里面讲的推论 从那个我们所知道的样本 去推论说 一个未知的样本 会有什么样的行动 这就是推论 这就是所谓的那个推论统计 在讲推论 也是现代为什么 那个我们有越来越多 这种所谓的 这种网路跟人工智慧产物 越来越有应用性的 越来越有应用性的关键 但是不管你要怎么用 你一开始你要先设定清楚 你现在这样的资料 你是要用什么样的尺度才行 才能够把它变成有意义的资讯 所以我这边有多了一个 要看部署报告的老板 就是去想像吧 就是说你就假设你现在是有要写一份报告 有包括这些变相 那么这个报告是要报告老板说 根据这些资料 先不用说你会分析什么 你就只要去看 你要假设说这个老板 他也是有统计学的知识 那他会是期望看到什么样的资讯 好那这个就是给你们可以在那个第一次的作业里 我现在跳回第一次做作业 稍等一下 那就是第一次做作业中 我就是有给几个得分条件 你们在这几个评分的条件 其实就是要让你们去想想看 你要从这个资料中得到什么 这样的资讯 跟你是以什么样的资料使用者的立场 去运用这个资料 就是说这个测量尺度 因为这个测量尺度 我觉得算是前三章最重要的 你们要进入描述统计前一定要认识的东西 一定要再重新认识的一个观念 那更不用说那个如果真实 你要去处理真正的资料的时候 你的无论是什么 第一个你首先要去确定是你的变相是什么资料 好咯 好那我们现在那个就来看那个第二份作业 也是我想借第二份作业来谈描述统计的 对我好咯 好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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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